大家好,我是Ditei 今天要讲一个单纯不做做的姑娘被一个高富帅看上的故事 张敏是一个躲在乡村里的姑娘 在一个风不合而日不利的早晨 张敏来到一家公司应征 刚到公司楼下就刚好差一点被开着跑车来上班的高富帅华仔装到 张敏不管是1721就比了一个宗旨流华仔 此时的华仔不但不觉得反感 反而觉得这个女子好有个性哦 好不做做,好特别,好美丽 很快的张敏就顺利得到了这份工作 一天的华仔以他的表妹翁红上船游玩 然后温红想要了 他用尽一切方法希望华仔可以和他来跑 可是华仔不想要把他推开 自己坐在船杆上静静的读书 没想到这时温红恼羞成怒把华仔推进海里 把船开走 刘德华在海上游啊游啊游啊游 游着游着遇到一群偷渡客一起游了上岸 突然间一群警察跑来要抓偷渡客 一场混乱的追逐就开始了 跑跑追啊追,跑跑追啊追 华仔跑到了屋顶上面 然后一个不小心跌了下来 还遇到了正在冲凉的张铭 真是大饱眼福啊 接着华仔被张铭和他的母亲误会 城市偷渡客来了一顿狂咒 咒完之后由于母亲的小时不少了一个工人 加上剧情需要两母女决定不报警 只是把华仔留下来当个廉价劳工 华仔决定留下来两三天 因为他已经厌均的那些有钱人的生活 顺便体验一下穷人是怎样生活的 其实你懂的主要的原因是张铭漂亮啦 有一天张铭被邀请去一个同学的生日会 而且还和他的同学约定好要带男朋友 可是张铭没有男朋友在没办法之下只有叫华仔顶上 他们住了一辆破车去生日会 刚好被以前想要追张铭但是追不到的样帅男同学看到 他便开始讽刺张铭还求了华仔几句 说他穷说他衣服不合身什么什么的 不要紧华仔已经暗中吩咐达叔来帮忙 在送礼物环节时 华仔大选自己的泡妞身手 吩咐达叔买了一张六合彩全餐 也就是不管开什么号码都会中的彩票送给了生日的女同学 然后告诉大家他在地球上 他只有一种交通工具 那就是直升机 从那天开始华仔和张铭过着你依我我依你的日子 正当彼此还享受着我爱你你爱我的时候 一天一群妇女华仔的名义钱来捣乱 要张铭母女两把房子交出来 经过华仔的查询后 原来是他表哥趁他不在 以敌对公司合作 打算收购张铭母亲的房子作为发展用途 得知此事的华仔 把在美国分公司的总经理调回来 在拍门会上成功击败敌对公司的老板 张铭母女也不用搬家 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我们应百高富帅都喜欢单纯不做做的女子 前提是你要长得美 最后请大家订阅分享和赞我们的影片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